大家好 今天美國紐約州情況很危急 確診的新冠肺病人就越來越多 差不多全美國最多人感染就在紐約州 因為預期很多病人都需要呼吸機 但是殺時之間呼吸機又不足夠 所以現在都有一些折衷的辦法 一部呼吸機打算多接近幾個病人 這不是很正式的做法 但在資源短缺的時候沒有奈何都要這樣做 早幾天我看了一條影片 是紐約一個ICU的教授 他主管很多大學醫院的ICU深切治療部 幾天之前美國紐約的ICU病床都未完全爆門 但是病人已經相當多 他講到自己第一手處理新冠肺病人的經驗 我覺得值得跟大家講一講 還有他也提到一個很特別的治療方法 就是深切治療部裡面需要 駁呼吸機的病人 他將他反轉來睡 反轉來睡 原來對這些病人很有幫助 我在片尾都會介紹一下這個概念 還有為什麼他會有用 我這個頻道主要是用簡單輕鬆的方法 將一些複雜的醫學概念介紹給大家 如果你喜歡這些影片的話 也記得按訂閱鍵 按鈴鐺 深切治療部 很多人如果需要呼吸機的話 是一些感染的過程引起的 簡單來說 譬如說他有些緊要的細菌感染 病毒感染也好 或者手術之後傷口發炎 令到菌病毒全身走 就會引起身體很多器官衰竭 其中就包括我們的肺 一般來說這些病人 他開始感染 菌周圍走 導致引起呼吸衰竭 這個過程就相對很短 但是紐約這個醫生 他就發覺這個新冠肺病人 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其實我們之前的影片都說過 他說有一部分的病人 本身是好的 也不需要氧氣 病徵都很輕微 可能有些咳 有些發燒 因為病床不太多 有部份的病人 就傳送回家 就叫他自己看著 有什麼事才來看醫生 這部份病人 他通常就會給一些溫度計 給他 還有就有一個 我們叫Pulse Oximeter 這個其實是很簡單的東西 好像夾著手指 夾著手指 夾著手指 你見裡面有些光射出來 那些光就會透過手指裡面的血管 去量度 血裡面氧氣的含量有多少 正常來說 95%就為之OK 醫生給了這個儀器 病人回家之後 就會叫他看著那個度數 如果你發覺氣速了 你度到的時候 又低於95% 那就可能要回醫院 尺一尺了 紐約的醫生說 也見過不少的病人 本身是好的 但是過了5天 7天之後 就突然間急轉直下 一來到醫院 就已經 就需要在急症室 call他們 即是心切治療部的醫生 立刻在急症室 緊急插口 再送入心切治療部 部分的病人 甚至乎 會突然間心臟停頓 一部分當然是因為缺氧 就會令到心臟停頓 另一部分 似乎這個新冠病毒 都會傷害心臟肌肉 心臟肌肉發炎 你知道心臟是負責跳動的 如果肌肉發炎的話 他就有機會突然間亂跳 或者突然間停了 這樣就相當危險 另一件事 他提到的是 雖然大部分重症 需要入心切治療部 治療的人 都是年紀比較大 但是他都說 有相當一部分 其實都可能二十幾歲 三十幾歲 有呼吸衰竭 需要入ICU 都相當嚴重 所以 沉氣都說幾句 如果在外地回來的留學生 都要非常小心 雖然 年輕患上新冠肺 有嚴重的後果 機會相當低 但是不是沒有的 其實都是要看看 好不好暈 所以 一定要做足洗手 戴口罩 保持著和人有距離 紐約醫生 也提到一件事 新冠肺病人 很多都需要用呼吸機 尤其是 當他們搏著呼吸機 又反過來睡覺之後 效果就相當好 首先說一說肺炎的原理 其實肺炎 和其他發炎 都是一個發炎反應 都是一個information 舉個例子 例如 手指被鎚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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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鎚 發炎反應 發炎反應 是腫的原因 是身體受傷後 血管 就像水管漏水一樣 在血管血液裡的水分 便會離開了血管 便會走到組織裡 便會積在這裏 便會腫了 肺炎也是一種發炎反應 既然是發炎反應 當然便會有水走出來 這些水便會積在肺 肺的問題是肺裡面有很多肺氣泡 是用來換氣的 即是我們要經過肺氣泡 吸引外的氧氣 將身體的二氧化碳排走 但如果肺氣泡裡面有很多水浸 這就等於 例如大家最近看片 也說有些外國病人拍片 自己有新冠肺 感覺好像浸傷 其實Exceler是一樣的 因為你浸傷的時候 水便會在外面吸進來 但在肺炎裡面 就是肺裡面發炎 有些水浸著肺氣泡 令你無法呼吸 感覺是一樣的 當一個人在用呼吸機 他沒有辦法呼吸 我們用這部機 幫他呼吸 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養臥 即是正常地躺在這裏 另一種是苦臥 就是趴在這裏 兩種情況有什麼分別呢 我們看看空腔的橫切面 這個基本上就是在空腔切一刀 然後我們在上面看下來的結構 前面這個紅色就是深 兩邊這裏就是肺 後面這個黃色是脊骨 肺裡面有很多肺氣泡 大家要明白 這個結構上 肺的肺氣泡的數量 就是前面的部分 比後面的部分少很多 即是大量的肺氣泡都在後面 當一個人躺平的時候 如果他又有肺炎 很明顯地地深吸力的水 就會均在後面 大家看到藍藍色的水 就有些水 均在後面 當水浸在肺部大部分的肺氣泡 變成呼吸非常難 更加辛苦 另一種情況 就是當人苦臥的時候 情況就調轉了 肺裡面最大量的肺氣泡 就現在不會被水浸住 因為你派到的時候 水就會沉在肺前面那一部分 前面那一部分的肺氣泡 相對沒有那麼多 就算浸住也算了 犧牲了它 但大部分大量在後面的肺氣泡 全部都可以用來呼吸 這樣就更加有效率 所以其實也有些醫學研究顯示 病人如果他在心肢治療部 要駁呼吸機的話 每天 譬如說 將他放在一個苦臥的位置 趴在那裡 比如17個小時 18個小時 這樣 那個死亡率 是會低一點 即是趴在那裡的死亡率會低一點 這個就解釋到 為何紐約的醫生 用十多天的時間 讓他苦臥 增加他的存活率 另外一半 加上 兩隻 凝乎 現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